大家好,今天是6月5日,星期三 今天市場都是好和拖拖 所以升的板塊只有大三分之一 有什麼敗截上升得多的板塊? 金仍然在這幾天仍受關注 食物和飲料在這幾天仍受關注 半導體時好時壞 其實整體半導體應該會好 因為阿爺是支持 因此半導體製作電信服務、資訊科技器材 這些相關性的東西都會好 半導體製作華雄半導體、上海復旦、中心 全部都是大牛龜的東西 SMPT、泰海系名藥 都是大牛龜的東西 都證明板塊基本上升有實力的上升 黃金和貴重金屬就差一點了 所以金星上升也是炒的方向為主 電信服務 有很多大牛龜的東西都出現了 中國移動、香港電信的數碼通 等等 所以這也是有實質上的東西 然後資訊器材也一樣 不是那麼多大牛龜的東西 不過是有一些信譽、中國通訊服務等 即是反映了市場上 開始有一點點大的東西出現去移動 這可能是另一波需要留意的東西 食物這麼有料呢? 是不是很小的都不用理會了 康師傅和黃黃之魚鼠女的東西 如果出現的話 這也代表有轉的炒作對於食物股方面 個別玩法方面 大家看到了 個別的大價股方面 今天大家看到這條線去了這邊 不過參與的股份是多了的 有些內銀股上升了一點點 恒生中國企業稍微跌 營股基金還未升 美團也是跌的 中國海洋石油又跌 這個就很簡單了 一升多就必跌了 再看看恒生指數 恒生指數在這裏也是升了上位 這裏在上面有一個 像石頭一樣砸下來 這即時代表上面有壓力 這裏是 成交一直都下跌 這裏不是太好的跡象 是需要值得看看 如果成交一直下跌的話 不排除會再視乎 保力加通道底 暫時目前看出橫向整顧 今天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呢? 其中可以留意上海北達 期待會在新舟上 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